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PowerPoint的内容 这个内容我基本上会在会后提供给大家去做参考 所以这边各位不用急着去抄 答案在我们会后会留下给大家 或者是图书馆这边是不是到时候帮忙大家集中在一个地方去让各位下载 包括今天的录影的部分 今天的PowerPoint这边都留给大家 也欢迎各位尽量去使用 再一次感谢各位 国共前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活动 我是国家图书馆王宏德 我们同行的另外一位同事 国家图书馆林安杰林小姐 我们是国家图书馆活塑诺文系统的主要的负责人 这边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到归校来 为大家做一个服务 首先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我是王宏德 后面没有加关号是没有赤字笨的 所以不用加关号做名 我们服务于国家图书馆知识服务组 知识服务组相当于贵校可能是典藏 可能是越南的部门 包括有许多人对我们的系统名声都会很感兴趣 叫做什么呢 各位知道我们今天介绍的系统叫什么啊 不知道走过路过刚好错过了 我们的系统名称是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很多人看到加值两个字就回家了 为什么因为想说这个大概要钱 这要收费 所以看到这边就觉得说这个是要收费的 所以就算了 而事实上呢 知识加值这件事情 知识加值这件事情呢 它不见得是一定要真的花钱去买 因为在我们的系统规划的过程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思维 第一个就是呢 在过去我们的系统名称 有很长一段时间 使用的是另外一个名称 叫做全国博硕士论文资讯网 全国博硕士论文资讯网 这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所使用的名称 那因为主客观的因素 所以经常会被别人打压 或者被别人怎么样去篡改 所以我们到后来证明之后呢 这是我们国家扶持馆 博硕士论文系统的第三代系统 一直到我们这第三代系统之后呢 第一个作为就是采取所证明的作为 就是因为我们内容主要是 收台湾的博硕士论文 那么这台湾博硕士论文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 已经收到多少的书诺跟摘要了 从民国45年到现在为止 这个系统里面 已经有超过100万笔的书末资料 意味着什么事情呢 意味着呢就是历年以来 全台湾所有的博士硕士论文的资料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得到 也就是全世界不会有 哪一个地方比这个量更完整 查台湾的 历年的博士硕士论文的资料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历年以来 我们从大概90年前后 开始推这个电子全文授权上网 也就在那个时间点之后呢 可以看到短短的这些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收到了超过40万笔 40万笔作者愿意授权开放 到网络上面让大家下载的电子全文 所以不管是就值 不管是就量来说的话呢 这个系统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系统 所以在座的各位 不论你目前是大学部的 是在研究所的 研一研二的 或者研三的 还是说博士班的同学呢 基本上这个系统呢 对各位而言 应该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系统 为什么 因为在台湾 绝大多数的人 取用资料的习惯 还是以繁体中文为主 查资料的习惯呢 可能一开始 还是习惯用什么呢 用繁体中文为主 其次呢 你会考虑什么呢 简体中文 然后呢 才是各国语文 比如说呢 英文 这是大多数人查资料的习惯 好 那么这是在系统的 这个概念上面来说 第二个强调 所谓知识加值这件事情 因为传统的资料库的设计 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把很多资料库的内容 把它放进去 让各位呢 在这里面可以查到 各式各样的资料 不管是说过资料 是摘要 或者是全文 但是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它一个很特殊的概念 就是我们当初设计的核心的理念 就是希望这个系统 不只是让各位可以查资料而已 还能够进一步的呢 帮各位做分析 帮各位做研究 所以呢 在定位上面呢 把它定位成一个叫做 知识加值系统 原因在这里 所以这个加值的两个字呢 指的是知识的加值 而不是呢 收费的加值 所以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要告诉大家就是 这个系统呢 它是一个完全免费的系统 免费注册 免费使用 免费下载 但是不代表呢 这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都是可以怎样 无限制的使用 因为在这里面的所有资料呢 都必须要遵守著作权法相关的规范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不能说严格上来讲话 你不可以随便的改作 篡改 或者是呢 随便把它上传到网络上面去 因为这些呢 都是在作作权法里面 会有抵触的 这个部分 我们待会再提到它 好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画面上来 我们先从一个新闻开始谈起 今天的话题 我们会从一个新闻开始谈起 那这个新闻在讲什么东西呢 稍微来看一下 讲到抄袭这件事情 讲到抄袭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台湾有 全世界都有 从古到今都有讲抄袭 所以各位可能常听到别人讲说 天下文章大抄 对不对 有人讲说你只reference 一篇文章那个叫抄袭 reference 十篇文章叫做什么 叫参考 reference 一百篇文章叫做什么 叫集大成 讲法都不太一样 但是不管说你是怎么样去引用 可是下一个大问题 其实呢 针对抄袭或侦测抄袭这件事情 其实呢 不管是台湾 不管是在大陆 或者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呢 都相当重视这件事情 怎么样去评断一个人的论文是抄袭 还是合理使用 是正当引用 还是调窃 那到底是什么情况之下 会被别人认为这是一个有问题的论文 好 所以呢 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一个机制 像在中国大陆 其实对论文抄袭的这个问题 它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所以各位可能在看新闻的时候 觉得说台湾化 一下是校长 一下是部长 好 新闻不断 对不对 尤其到每次到选举的时候状况更多 好 可是你要知道 抄袭这个事情 其实不是只有台湾有这个问题 以这个新闻的报答来讲 在中国大陆 基本上他们的概念 针对学术不端这个事情 好 台湾来讲最近的科医的东西 叫做什么 学术伦理 我们待会再提到这个话题 好 那么针对论文抄袭这件事情 在大陆来说的话 举例来说的话 他们利用所谓的大数据的概念 利用大数据的概念 去发展一些抄袭侦测系统 像可能各位很熟悉的 中国之网 万方 跟文普 这些所谓的侦测系统 用这些呢 来侦测 来评断 一个论文是否是有抄袭 那抄袭的比例有多高 那么基本上呢 这些侦测的机制呢 大体上来说的话 都是用文本的方式去做比对 text去做比对 所以就是说呢 这些抄袭侦测系统 它会在网络上面 收集非常多非常多的文本 可能是期刊 可能是网页 可能是论文 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知识库 在那个地方 那当你需要做比对的时候呢 你需要上传你的资料 跟这个知识库的应用 去做一个 去做一个 对 那基本上系统呢 会很快速的去演算出 你在这个里面 重复的比例有多高 那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规范 那么在抄袭的地方 在侦测过程当中呢 大部分的学校 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甚至呢 纷纷要求 研究生的毕业论文 必须通过抄袭侦测系统 而且呢 你的重复率呢 必须要在百分比 若干比 比例以下 才算合格 而且呢 必须要检布相关的证明 这有点像什么东西呢 台湾 有许多的商品 你要在贩卖的时候呢 必须要付上很多 不同单位的什么 检测报告 好 证明你的商品是没有问题 好 那么 所以呢 在不同的检测机制之下呢 收费都是非常的贵的 可是现在考虑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付费 的问题 对 所以你可能一家的检测报告不够 你要检测好几家 所以你要花很多次的钱 好 在WHH也许呢 你会很习惯的 在淘宝上 买类似的帐号 来实验 那在台湾呢 许多的学校 本身呢 像中正大学这边 就有订购相关的抄袭政策系统 但是呢 包括中国大陆也好 包括台湾也好 或者欧美也好 其实市面上来讲的话呢 没有一套抄袭政策系统 可以百分之百的 对 没有办法呢 完全呢 比对出来 你这篇论文是否真正有抄袭 因为一个大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呢 有许多的 有许多的这些功率 有许多的功率 开始教大家在避免抄袭这件事情 有点像做什么呢 做文章 替换同一词 改语续 主词调到后面 或者是叙述以改个口吻去讲 那这样子算不算抄袭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机制之下 在这个机制之下呢 有越来越多人呢 开始变聪明 知道说呢 我一字不漏的写 那叫抄袭 如果适当地改写的时候呢 哪怕是整篇都改写 可能呢 就系统的层面来讲的话呢 他不见得抓得到 所以 会有很多人呢 有这种侥幸的心态 就很放心大胆 做这个抄袭的动作 但是呢 往往在事后 被发现你有抄袭 这个嫌疑的时候呢 往往不是当下 不是今天 不是明天 而是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那这个未来某一天 是东窗事发的结果会怎样呢 在座的各位 未来都有可能成为 国家的领导人 公民机构的这个一把手 这个词最新闻 跟火门 一把手 这个词 那么 不管说你将来是否身居要职 如果多年之后 当你身居要职的 突然呢 被人家检举 你当年的论文 涉嫌抄袭 当下 不管你是多位包权重的 那个位置 可能都怎么样 都必须要按下来 那这是很辛苦 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 抄袭这件事情 说真的 不管是有再好的 抄袭政策系统 其实在这边 良心的奉劝大家 尽可能的 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系统来讲的话呢 可以侦测到的部分有限 可是呢 人为的调阅 或人工比对的这个部分 往往是你将来呢 有可能被人家指证 或者是呢 被别人找毛病的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再一次 借这个机会 提醒大家 抄袭这件事情 其实不可取 但是呢 如果你去迷信系统的话呢 基本上呢 更不可取 为什么 因为 你会觉得那是安全的一个做法 你避开那些雷区的 文字的引用 是安全的做法 可是实际上 证明 结果告诉你 这些东西其实是不可信 或者是你今天 针对这套抄袭系统 没有抓住你的毛病出来 但是抄袭侦测系统 基本上它会进步 我就像Google的很多功能 它会进步 今天机器检测没有问题 不代表5年10年之后 同样的文章 再拿来检测一次 不会被人家发现的问题 所以针对抄袭这件事情 还是奉劝大家呢 不要心存缴心 抄袭侦测比对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工具 但是呢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万零代理 那么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 这个就很重要 在这个网页 那这个网页当中呢 各位我们看到一个画面 这是呢 这个是台湾学术伦理教育支援中心的一个画面 那在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各位可以在这边注册账号 那也可以呢 在这里面去点课成一个什么 试院 有许多人呢 会很关心一件事情 到底什么样的引用方式 叫做合理的引用 它是正当的引用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呢 会被别人认定叫做抄袭 其实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 大家的问题都差不多 所以呢 包括许多的学校 像其实像中文大学呢 在这个里面 其实都已经有加入这样的机制 可以看一下 目前全台湾已经50所大学 把这个课程 定入到呢 研究所新生的必修课程 我可不可以请教呢 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同学上过这个课程 有的 可以帮我举个手 好 请放下 不多 大部分人没看过 对不对 所以知道的 上过的没问题 没有上过的 建议大家呢 不妨到这个网站上面来看一下 那网址是什么呢 不用抄 会后这个包装档交给大家 自己去参考一下 所以说呢 各位诸多的问题 你很关心的一些问题 在这里面都有答案 怎么样引用 叫做合理的引用 或是有问题的时候呢 该去问谁 好 那像在这个里面呢 它列出来 目前全台湾 有多少的学校 在哪些区域 已经加入了 这个课程的范围 也就是说这个课程呢 在研究所新生进来的时候 那是零学分的课程 但是呢 你必须要修复 必须要修复 像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中间大学 其实已经加入了 所以各位 未来如果说有机会 进入到研究所的部分呢 应该都会有 要求 去在线上 修复这个课程的时候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先跟各位 再做一个介绍 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们这两天呢 在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碰到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这个案例呢 是一个研究生 以及他的家长 非常的焦虑 焦虑什么事情呢 电话打到我这边来 直接问我们说 他今天在一个学校 针对那个学校的学生 失策 那失策的结果呢 希望能够把他怎样 用到自己的论文里面去 可是我现在问题来了 这个受策的对象 包括校长在内 都不同意签同一书 都不愿意签同一书 那么指导教授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于这样子一个论文 能不能放入参考文献当中 引用的资料里面呢 他是保留态度 可是学生非常焦虑 家长非常焦虑 因为如果说呢 没有正当的引用 将来如果被抓包怎么办 好 所以电话打到我们这边 非常的关切 那么我们只能呢 针对部分内容去做一些 一些什么 建议 第一个 是不是属于著作 选法合力使用的范围 这个部分 可以去请教制裁群 但是呢 这个同学呢 他们非常忧心的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说他坚持要把这个资料 引用的资料 放到参考文献 或者放到引用的论文 的叙述当中的话呢 他的指导教授 将来就可能怎么样 不会同意他参加可视 也就是这边论文不会对 所以他感觉非常焦虑 可是要知道 如果这个资料 没有适当的揭露 他会认为呢 这个将会被指定 抄袭的危险 怎么办 这边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是呢 你可以写信到这个资源中心来 询问相关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呢 可以写信到教育部去问 写信到教育部去问 千万不要用假 因为你在跟你的指导教授 通通通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假 如果不管你是写信到哪个地方去问的时候 对方一定会回忆信 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凭证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凭证 因为不好说呢 很多老师呢 可能今天的想法 跟明天的想法 就不太一样 若干年之后呢 他可能会否认今天的想法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边 大家会心理一下 对不对 那就轻轻的带过 但重点就是呢 希望说呢 任何的沟通 或任何的过程当中呢 最好都能要是什么 文字 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历程的记录 能够把它留下来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 在各位跟指导教授 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是很关键的 当然 在来的过程当中 也听说呢 有些研究生跟指导教授相处的 不是很好 甚至经常发生患指导教授的情致 那这个呢 对各位而言呢 基本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有许多时候 不代表说你的人缘不好 而是说呢 你刚开始选指导教授的时候呢 可能方向就有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开始 带各位进到这个观念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概念 就是呢 Open Access的概念 Open Access的概念 好 那么再一个就是呢 这个系统的功能 乃至于说呢 我们今天核心的部分 会跟各位在这里介绍 也希望各位呢 只能利用这个 场地的设备 你可以自己动手来测试看看 常用一些论文搜寻的技巧 因为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功能非常多 但是许多人呢 最关注的东西就是呢 一个keyword打下去之后 能不能找到他想要的全文 能不能呢 很快的直接在电脑屏幕上面 直接把电子全文下载下来 这是许多人最关心的事情 但是呢 很多人忽略一件事情 其实在这个的背后 即便你当下不能取得全文 不代表这篇全文你达不到 其实在图书馆呢 提供非常非常多方便的一些服务 但是呢 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但是很可惜 我可以请教一下各位 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人为了一篇论文 专门跑到台北的国家图书馆 去演练的人 用帮举个手 好吗 谢谢 后面的不好意思取舍 好 ok 那么你要想一件事情 今天从嘉义到台北 时间跟路程 都有蛮长一段时间 对不对 重点是呢 各位 你为了一篇论文 直接跑台北 当然你要花时间 要花车钱 但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 许多人到了台北之后呢 才发现这篇资本论文 你根本没有办法调阅 好 到台北 到了现场 才发现说呢 这篇资本论文 你根本拿不到 为什么 我们也还没收到 或者是呢 还没有上架 又或者是呢 这个资本论文 暂时不能开放 有时候觉得很奇怪 怎么有那么多的 或者 或者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资讯呢 都在网络上面 但是大多数的人呢 没有在意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呢 其实各位同学呢 当你发现有一篇论文 国家图书馆有 资本论文 但是没有电子全文的时候呢 除了 除了亲自跑上国土之外呢 其实你还有别的选择 这个我们待会跟大家这样讲 好 那么后面呢 再会跟大家提到说 如果我们在认为授权 要是你专利的时候 要授权论文 电子全文 或者要是你专利的时候呢 你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好 这是今天的准备 第一个我们先给各位 各位来看这个概念 open access的概念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呢 在这个 应用上面 其实各位已经经常在使用这些资料 只是你没有特别去想像它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类型 我们经常会在google里面去做搜寻 对不对 那么google里面搜寻来讲 你可能搜寻到的是什么 网页 可能搜寻到的是什么 Hacker 一个什么 Journal article 可能是什么 一个完整的论文 可能是期刊 可能是抛困档 可能是各种形态的论文 那么 这些论文 或这些文章 这些资料 放在网络上面 让各位免费的取用 自由取用的过程 它有没有跟你收费 没有 对不对 有人会讲说 这个是符合CC创用的 还有一种概念 讲说 只要在网络上面的东西 公开的东西 全部都是可以自由取用 都是可以让我随便拿来乱用 其实并不如此 那么open access的概念 基本上呢 它是一种精神 是希望你把你的研究成果 能够开放出来 公大众书使用 那么这样子的概念呢 其实对许多人而言 对自己而言 都是一件好事 都是一件好事 那你会想一件事情 凭什么我要把自己 辛辛苦苦的东西 免费给别人用 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当你在撰写论文 或报告的过程当中 你也大量在引用别人 辛辛苦苦完成的作品 这是一个事实 对不对 否则大家都很习惯 在google上找资料找什么 google上如果没有东西可以找 没有东西可以用 大家要何必浪费时间 很明显的 我们都是受益者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概念 可是呢 我们如果进一步来看 其实在国外呢 讲到open access的概念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非常的早 那么以国外来讲的话呢 的例子 其实非常多 包括像这个 在美国2014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法案 基本上告诉你说呢 只要是政府部门所补助的预算 经过这个补助预算 所产生的这些相关的研究 你都必须要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地点去做公开 让其他人呢 也能够隔离去实验它 那么在英国呢 也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不管说是把学术期刊 转为所谓的开档金融 就是open access的期刊 让使用者能够免费下载 那或者是呢 这个例子 帕妹这个资料货 如果说你是生意领域的 学生或者学者 对帕妹这个资料货 应该不会陌生 这里面呢 收入了大量的 大量的生意领域相关的 这些期刊和论文 那么这些资料呢 都是免费提供给 来自于全世界 任何地方人 去使用 去下载 看书目 看全文 而这些论文呢 基本上呢 造福了非常多的人 为什么 当这样一个庞大的资料货 完整的 非常丰富的资料货 公开之后呢 包括一个什么 高中生 包括只是一个高中生而已呢 都可以用这样一个 免费论文的资料货 去设计一套什么呢 设计一套癌症的检测方式 那准区域还非常的高 可以造福非常非常多的人 而不只是拿来写什么 写作文 拿来写作业 写报告而已 他其实呢 能够支援的是各行各业 各个领域的人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人 所以不代表说你离开学校之后 你就不再需要用到这些资料货 反而是呢 我们在座的各位 有朝一日都可能会离开学校 不管你是现任教职人 你总有退休的一天 对不对 是目前在校的学生 你总有毕业的一天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讲的学费 当然相对的也享用了非常多 学校所提供的资源 我只要在学校的这个IP范围之内 我可以随时取用 可以随时下载很多资料货 取用很多的群文 可是各位有没有想象到一件事情 当你离开学校之后 这些资源是否还是这么样的容易 让你随手能够取得 我不知道大家在心里头也都问好 对不对 那么各位如果到过其他的公共图书馆的话 我相信有许多人有这样的经验 公共图书馆跟学校图书馆的差别很大 公共图书馆一般性的东西很多 但是比较专身性的东西来讲 相对的就少很多 所以你需要取用这些大量的资料库 或大量的群文资料的时候 一般公共图书馆通常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你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 花更多的金钱 走访更多的地方 才能满足你的需求 这是一般的佛罗大众的现况 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学校 这好像有人在讲说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 很现实的问题 好 那么当这天到来的时候 大家也许才会在那边站起来 邀请呐喊 我们支持公开取用 支持Open Access 为什么 方便我来用 可是相对当我在学校的时候 大家不认为它的重要性 不认为它的重要性 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各位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件事情 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取用这些资料是免费的 没有问题 如果有那么一天 你离开学校了 你突然想说要下载我自己当年写的 硕士论文或者是博士论文 从某一个商业资料簿下载 下载使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很讽刺的事情 我从网路上面下载我自己写的东西 居然还要给对方钱 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包括说呢 我要从网路上面下载我历年写过的paper 我还要先付钱 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 拜托我是原作者 原作者怎么样 付钱也开 很简单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在欧美呢 许多大学校园大家的惊觉到呢 会认清到这样一个现实 因为呢 有大量的这些文献的产出 其实从校园里面产出的 老师也好 学生也好 产出这些论文的资料 然后呢 经过商业机制 重新包装之后 再卖完给学校 那学校呢 都不需要呢 挖高额的这个租金去订阅它 包括去年年底开始 有许多大型的资料库 可能各位看了报纸的这个 报道都看得到 对不对 有许多大型资料库 每年涨价 那导致呢 台湾大学以下 有很多顶大都受惠了 分分怎么样 停止订阅 那停止订阅之后 第一个受影响是谁 还是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 其他人有没有一些影响 说真的啊 影响不大为什么 他的论文早就写来了 他也不急着考骑中考 期末考骑报告了 对不对 反而是呢 某些人会觉得怎么 像热锅上的蚂蚁 因为这些东西呢 对他而言很重要 学校一旦没有这个资料之后呢 接下来他不要去哪里找 好 所以呢 不管说是哪一种情境 基本上 在世界各国 对于这样子的概念 这样子的应用呢 其实呢 有越来越重视一个趋势 好 那么为什么要提这个东西呢 因为 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的 跟大家介绍的这套系统呢 目前是全台湾唯一的一套 既完整 又免费的 活搜寺文系统 这里面的资料量 我刚刚跟大家说明过了 收集的资料 是从 民国45年到现在 全台湾 几乎是 99%以上的 论文的书目资料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得到 相对的呢 近十年以来的电子群文呢 大多数呢 你都有机会 在这里面能够找得到 好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国家图书馆 不只是说像 学会受语法里面所规范的 全国的所有的大学的 纸本论文 在学生送给学校之后呢 都必须至少有一本 把它送存到 目前位于台北的 国家图书馆 去做永久典藏 那么讲到永久典藏 各位可能会很感冒 因为去过国家图书馆呢 大概都会有一个什么 小小的抱怨 走遍全台湾各个地方 只有一个地方 让人家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这里面的书 只准看不能带出来 只准在里面看不能拿出来 很不方便 对不对 那么一个国家图书馆呢 它不是一个普通图书馆 除了提供使用者阅览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做永久典藏 所以呢 这个纸本论文将来呢 可能全台湾就只剩下这一本 也希望说至少有一个地方 能够永久的把它保存下来 那这个地方 目前就是在国家图书馆 会有这样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所以呢 许多的资料 包括国家图书馆所典藏的 这些电子全文 这些纸本论文 可以很方便的在里面取用 但是呢 不见得人一样东西都能带出去 尤其是纸本的出版品 OK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哦 这是我们的系统的画面 刚刚跟各位看到过的 对于系统这个概念呢 基本上很多人不感兴趣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可能有跟很多人有类似的想法 对系统叫什么名称 不是那么关系 对于系统里面有什么功能 也好像不是那么重要 我只在乎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请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去查这个资料库 怎么样呢 从里面很快的找到我所要的东西 好 所以如果呢 你想知道这个系统的名称的时候 这个是系统的网址 这是系统的网址 但是呢 如果你不想知道系统的名称的时候 我们打个比方 比如说什么呢 我们来做个测试 我现在进到论文系统的首页了 我直接切换检索画面过来 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它会针对使用者检索的词汇去做记录 然后呢 自动去计算它的热门检索词的部分 那么以过去这一天的热门检索词 来看 这里有什么箭头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词汇 热门的程度 是往上 还是往下降 OK 好 那么我随便取其中一个例子 比如说大数据的这个 这个词汇 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里找到一笔 它排名在最上面的 就是最新的一笔资料 排名在最上面 好 所以呢 各位开始有个概念 当你查这个资料簿的时候 查到任何资料 通常排在最上面的这笔资料 好 排在最上面这笔资料呢 可能是系统收进来的最新的一笔资料 就你所下的这个查询词汇 最新的一笔资料 好 那么以这个词汇而言 各位可以看一下有没有电子全文 有 好 碰到有电子全文的这些资料的时候呢 各位 你可以直接呢 在做这边 在这里 去点下载的动作 好 但是呢 我们先不去点下载的动作 我们做另外一个动作给大家看 这笔资料 对不对 我在博硕斯文系统当中 我用大数据三个字去做查询的时候 可能很快的找到130笔的资料 那这130笔的资料呢 都是呢 在论文题目当中出现大数据三个字 好 这边总共找到130笔 你们说才130笔 会不会太少 那问题来的话 这130笔资料代表什么意思呢 是论文题目里面出现大数据这三个字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 写大数据这个概念 论文它不见得刚好会把这三个字出现 在论文题目当中 对不对 可是在座的各位 我们大概会有盲点 你查资料的时候 尤其在Google里面查资料 你绞尽脑子去想一些词汇 对不对 我会绞尽脑子去想一些词汇 到底我这个词汇要怎么查 才能够查到比较完整 或有用的资料 而且呢 在Google里面查东西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随便一个词汇下去 就呈千上万笔的资料出来 那到底哪些是有用的 那以这笔资料而言 我们做个测试 我可以在这个论文系统当中 去透过这个词汇的下达之后 找到这笔资料 那么我也可以呢 在我所熟悉的环境当中 用我最熟悉的方法做检索 比如说什么 Google 我可以在Google里面做搜寻 很快你会发觉到呢 在Google里面搜寻到的时候 排在第一笔的就是这个 Google里面搜寻到这个资料之后 排在第一笔的就是这个资料 这笔资料 然后这笔资料后面会标 说台湾国书是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表示这笔资料从哪来 从国图这个论文系统过来 第二笔的才是长庚大学的机构典藏系统 这笔论文是长庚大学的 但是在Google的pagerank当中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排名在最前面 是国图的这套系统 这意味着什么事情 我可以不用知道这个网址 也不用知道这个系统 除非我想对它了解更多 否则的话呢 你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需求就是呢 我希望找的是论文 对不对 我希望找的是论文 那么 我可以思考一件事情了 我可能在这里面搜寻的时候 我打个keyword 然后呢 后面怎么样 空一格 我可能可以这样打 我一个词汇 对不对 我前面下一个 不管我要打的是什么词汇 然后呢 在Google里面呢 因为它一个搜寻框 这边没有所谓的进阶查询 对不对 属于简易查询的概念 我中间空一格 然后呢 我给它打什么 博硕士论文 或者是论文 如果光打论文 有可能我找到一些不太相关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定位成博硕士论文 看到这个地方 代表一件什么事情 当你这样查的时候呢 你可能很快的可以找到呢 这个资料 基本上它是属于佛硕士论文 它才列出来 所以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很快速的 可以很有效的去做筛选 一开始就把筛选出来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直接从Google这边去做点选 就可以直接指向国家图书馆的这一个论文的画面来 就直接过来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各位需不需要去熟悉这一套系统的查询功能 或查询你运法去不需要 完全不需要 你只要用你所熟悉的方法 用你所熟悉的方法 在Google里面去做搜寻 但记得呢 加上什么呢 博硕士论文 或者是呢 硕博士论文 这种字眼 在这里面做复合查询呢 你就可以找得到它 这个是在Google里面搜寻一个很快速很简便的方法 那么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呢 就是呢 在国图这个系统当中呢 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介绍过了 在这个系统当中呢 目前已经有超过一百万笔的数目资料 而这一百万笔的数目资料呢 几乎呢 都已经可以在Google里面做搜寻 也就是说用你最习惯最熟悉的方法 在Google里面搜寻就自然找得到这笔资料 所以你不用特别去记这个系统的网址 或者是呢 不要去很清楚了解它的语法 或操作界面 那这个是就资料查询的程度来用 可以很快速的找到这笔资料 因为Google呢 每天呢 针对这套系统呢 它做索引的频率非常的高 简单讲呢 就是随时跑到这个系统去捞资料 捞资料去做索引 所以这个资料库里面 学大多数的这些资料呢 你都可以在Google里面搜寻的到 但是唯独就是 如果你要点选电子全文的时候呢 必须怎么样 指挥在这边 指挥在这边 看什么更详细的资料 那为什么要指挥在这边呢 关键栏 关键栏 为什么 第一个 刚刚各位听到我讲电子全文 对不对 如果你不想什么事情都往台队跑的话呢 你可以有一个选择 当你看到电子全文 像我刚刚一列出来 我们看到前面这几点 105选页图 全部都有电子全文 而且呢 是马上就可以下载 你说这里有没有好的事情 有啦 不过有一个大型 在这个系统里面 要下载电子全文 有一个大的关键因素 就是呢 这里 你必须先注册一个免费的会员 你便需去注册免费的会员 个人会很好奇一件事情 请问大家 你觉得我们为什么要设计一个机制 既然是免费 为什么要让大家注册免费的会员 有没有哪位同学可以告诉我为什么 有吗 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 既然都已经讲免费了 为什么还要大家去注册个免费的会员 那岂不是多此一举 为什么 没错 这是一个目的 第二个呢 还有没有其他人有什么想法 是 是 谢谢您 这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在做的呢 有许多同学 包括刚刚发言这两位同学 都是非常懂能路的老手 的确 成功是各位所讲的 这个地方 成功是各位所知道的 行家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会觉得说 这个不是多此一举 为什么 刚刚已经跟各位提到过了 今天这边要做什么的知识佳值 不是只有查资料 查到有查到没有就结束 而是呢 怎么样去利用这里面的资料 去帮各位提供更多的服务 这是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帮各位提供这么多贴心的服务的时候 相对的要不要知道你们是哪一位 要吧 对不对 专属的名牌 专属的服务 那专属的过程当中 一个大前提 就是一定要知道有对象 如果没有对象 这怎么去做专属 是不是 好 那么第一件事情 注册免对会员的时候 你要先在这个地方点什么 注册 好 点这边做注册的动作 第一页呢 基本的宣告 你可以很快速的看过去 可以接受 也可以取消 取消的话呢 我们明天再来看 因为你可能还坐在这边继续点 好 你必须先点接受 OK 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 系统所显示的 你的匿名 对不对 密称 你的email 信箱 跟密码 局势词 这个地方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当你在注册这个系统账号的时候 其实概念跟你注册Facebook账号的过程 非常的相像 各位注册Facebook的时候 你是用什么去注册 email信箱 对不对 那么email信箱 你可能是用Yahoo 可能是用Gmail 可能是用QQ 是不是 不管你有哪一个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这里 信箱打进去之后 密码 要不要打原来的密码 什么叫原来密码 如果我这边填的是Gmail的帐号 我的密码这边要不要填Gmail的密码 要还是不要 讲要的人 我只能说你是比较诚实的人 讲不要的人呢 代表你经过相当的历烈 不好意思讲各位诚服文神 是你很有经验的 什么意思啊 各位知道 有人一天到晚在讲说我Facebook的帐号会到的 对不对 有人一天到晚在讲我Yahoo的信箱会到的 为什么 有很多种可能 一个是你的密码听得太简单了 另外一个就是呢 有许多人 你不管哪个信箱哪个帐号 全部的密码都长一样 所以一旦你在某个地方被破解了之后 可能一瞬间你所有的帐号密码全部都外泄 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你这个地方是用Gmail的帐号注册的 记得你的密码千万不要设Gmail的原始密码 千万不要设Gmail的原始密码 你说那我不设记不住怎么办 记不住也没有关系 你回头真的忘记密码的时候 你可以让他自动发一封什么的忘记密码的信给你 你自己去改密码就好了 那这改密码的动作呢 会比什么 会比其他地方都简单很多 一样收Email 点信证码 那就自己改密 所以呢 不太需要呢 印记这个密码 倒是说呢 这个地方简单的注册完了之后 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就是呢 跟Facebook一样 注册完账号之后呢 他会寄一封认证信给你 寄一封认证信给你 到呢 你所指定的Email信箱里去 好 那么 各位呢 在注册帐号之后 第一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去搜Email 去搜Email 然后如果说没有收到认证信的时候呢 有许多人反映同样的问题 在我们这边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 认证信永远没收到 注册了三天了 好 会觉得这个系统好在歧视他 还有这个同学写信来问 是不是因为我在国籍这个地方选错 我不选本国籍 可是选外国籍 我因为选了外国籍的关系 所以对外国人有差别待遇 所以呢 三天的收获得认证信 其实没有这一回事 关键在哪里 很多人不知道垃圾邮件夹在哪里 各位知道你的Gmail 没有垃圾邮件夹吗 知道吗 对不对 不知道的话呢 待会我们来研究一下 如果你没有收到验证信的两种可能 第一个 系统有机信 但是呢 你没有收到 因为它在垃圾邮件夹 第二种呢 是系统呢 没有机信 或者是系统有机信 但是没有记到你的信箱 那怎么办 请你在会员登陆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底下不就三个吗 有没有 忘记账号 忘记密码 重记认证信 重记认证信 这个地方 重记认证信这个地方 点下去之后呢 你可以再把你的 刚刚注册的信箱 再打进去一次 再打进去一次 然后呢 系统就会怎么样 自动再发一封认证信 到你的信箱里面去 如果你还是没收到 再寄 还是没收到 再寄 不过我建议大家 回头赶快去看一下 你的垃圾邮件夹 因为我们有碰到 非常多非常多的这种案例 都是使用者 气冲冲的打电话来 所以我们不知道设计什么 赖系统 注射了半天 一个礼拜都还没收到 验证信 是百年了 刚刚过不去 当我们呢 线上引导他去看他 他垃圾邮件夹 那一瞬间 他突然不讲话 因为在垃圾邮件夹 整排都是验证信 只当一开始没有去看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到 垃圾邮件夹这件事情 但万一忘记了 也没有关系 重击验证信就可以 还有一种情况 是呢 当你这个账号密码 还没有收过验证信之前 这个账号密码起用了没有 没有 所以呢很多人会想说 我验证信没有过 我用同样的账号再注册一次 系统我跟你讲 这个账号已经存在 为什么 你的确是已经存在 只是什么 但验证状态 还不能起用 原因在这里 所以不管怎么样 对不对 记得一件事情 账号一定要先去注册完 那你说我刚刚讲 我注册完了账号密码 对不对 可能注册完了当下 没有特别想去理解它 去注意它 过一段时间突然想起来了 我要去用的时候呢 完蛋了 忘记密码 怎么办 这边有个功能 在会员登录的地方 有个选项叫做忘记密码 忘记密码 对不对 忘记密码这个地方呢 不只是忘记密码而已 它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什么样的功能 这里 比如说我这边随便打 之前我有碰过一个例子 有人曾经注册过账号 一直跟我们说 他说他没有收到认证信 我说有没有在路西医院讲 没有 这个忘记密码的通知信 记得没有 记得 但是系统一直出现 很奇怪的讯息给他 我说什么讯息 你能不能念啊 给我听听看 他说这个讯息是这样的 没有 叫做查无符合账号 查无符合账号 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说每个字拆开都懂 就是这几个字连在一起念 完全看不懂什么意思 什么叫查无符合账号 我说请问一下 你注册了什么账号 那就你们画面上那个账号 画面上哪个账号 再念给我听 我这个账号 我说这个账号叫做范例 你用这个去用 当然没有办法用 这不是公用账号 他以为说没有注册打这个进去就可以了 这不是公用账号 这是sample 这是随便打的 这是一个范例账号 所以呢你还是要自己账号 所以万一说你在这个地方 输入 比如说你忘记密码了 对不对 或者是呢 没有收到验证信 你在这个地方打进去之后 系统跟你讲说查无符合账号 意思就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系统里面没有这个账号 那什么叫没有这个账号 就是代表你没有注册账号 没有用这个账号注册过 那我们也碰过有时用者很坚实的 他说这个账号他有注册过 我说之前你最后一次用什么时候 用的 他说上以后还在用 结果帮他打一下 跑出来这是查无符合账号 我说你可能记错 他说他绝对不可能记错 那到最后帮他分析一个原因在哪里 他是用雅虎奇摩信箱注册 各位知道 雅虎奇摩信箱 如果你打的是 但是小高属后面 yahoo.com.tw 跟yahoo.com.tw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当下来发觉 这位先生呢 长期以来 他都不太清楚自己的email信箱 当然也很难讲 为什么 通常不会自己寄信给自己 就像在座的各位 某然有人问到你家的电话号码 这里问到你一下 下来都是我打给别人 对不对 很少自己打给自己 好 不管呢 你有什么方法 基本上 取得账号密码之后 对不对 好 你进到所谓来之后 第二个问题来了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会有所犹豫 这个画面 简易查询的画面 长得很像google 对不对 这里面有问题 可是什么叫做一般民众 什么叫研究人员 又什么叫做校院系所及研究生 到底差在哪里 那开始有人会有一个想象 一般民众进来不要钱 研究生进来收10块 校院系所这边进来收20块 有差别待遇吗 还是查询到资料长得不一样 就是有VIP做的有没有 没有了 那你设计这个做什么 其实各位你在点学校的首页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 他其实有某些分类 学生老师 对不对 或者是访客 或者是家长 他会不同页面给你 对不对 那在这个系统的概念 它叫做分众 什么叫分众呢 对于一般的民众 大家比较习惯了什么样的介绍 咱们像这样 Google like 的查询画面 对不对 那Google like的查询画面 好不好用 讲实际话 好不好用 不然你也不会随便 你打这个检索词 会出来就是呈现上网底的资料 你还是要下一些keyword 去做筛选 对不对 那我们在Google like的这个 查询界面当中呢 有一些功能这里 可以让各位去做一些 所谓option的选项 你查询的词汇 它是分散在哪些栏位当中 或者不现栏位的 当然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检索 拼音的 同音同异的 或者是能用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简体转换繁体 这个地方 或者用其他的语文 当然一个最关键的 在这个地方可以打个勾 代表什么意思 我查询到的资料 要有电子全文的才出来 没有电子全文的 就不要浪费我时间 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 是不是 好 那这是针对一般民众 一般民众 那么研究人员呢 我们希望给他的介面是什么呢 进阶查询的画面 进阶查询的画面 在这里 那进阶查询画面 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呢 各位有没有听过故隶逻辑 故隶逻辑呢 简单讲就是三个东西 and or not 我要一个论文 对不对 作者叫什么的 那论文题目当中有个什么 什么样的字眼 或者是呢 年代在哪个年代 我要做这些什么 combine 和检索 对 限缩的调整 这个呢 纪录上这三个条件 你叫什么 故隶逻辑 可能各位并不熟悉 或者并不常用它 但是对一般 这个 进阶的使用者而言 这三个功能很重要 为什么 我除了在这个地方 简易查学之外 我打一个很笼统的key word之外呢 我还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找出来 不要的东西 那你说呢 这些只有三栏 那我要下的条件很复杂 我要查中正大学的 中正大学的key word 或者是第一个我要限什么 学校 学校中正大学 对不对 然后呢 某某什么呢 老师 指导的论文 某某老师 m 然后呢 要是什么呢 跟什么 跟某个题目有关的 跟论文题目有关的 对不对 某个论文概念有关的 这个三栏怎么够用 我的条件很复杂 这边有一个选项叫做 增加查询栏位 我再点 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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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让你在查询的什么 条件可以变得非常的复杂 也就是说呢 我在查询条件 我可以限定它 是在哪一个栏位当中 然后我可以用and or not 去做复合的查询 这是给进阶的使用者去使用的 所以我们这是要定义的 他叫做什么呢 研究人员 甚至于在底下的所谓缩小范围 的查询呢 那么在台湾呢 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的 台湾呢 因为学制的关系 所以有所谓的毕业学年度 对不对 那我相信许多人 包括常年在学校也都搞不清楚 什么叫毕业学年度 毕业学年度的算法 在过去呢 有所谓的会计年度 政府机关 后来都被改成什么 西元年 1月到12月 那毕业学年度的算法呢 开始的时间是从哪一年的8月1号 到隔年的7月31号 所以目前各位所处的位置 是属于105学年度的第二学期 现在是民国106年 西元2017年 光是这三个东西已经要人头晕了 很多人搞不清楚自己是哪一年毕业的 毕业学年度 西元年 民国年 那这个地方 经常容易搞混淌 学年度 所以我们在筛选的过程当中 可以筛选说 我要的论文是在出现哪一个学年度的论文 什么样语文写的 博士 硕士 或者是呢 有没有电子询问 这边还多一个选项 叫做什么呢 学门 这是我们系统的一个新增的功能 学门的分类 这个学门的分类的标准 是以教育部所公布的标准 来订订 也就是说呢 把所有的学系 所有的系组 对不对 按照教育部的分类 去规范的把它分入这些学门 那你说除了学门之外 还有学类 再往下一层 所以讲说人文社会科学 有没有 这属于学门的概念 就分类出来 所以可以去找说 到底我要查的东西 是跟哪一个学门有关的 你可以呢 去做这样一个筛选 那相对的 我可以对于思考这件事情 我要去找历年以来 某一个学门里面 某一个老师 或者某个概念 对不对 所有的论文资料 能不能一口气把它调出来 稍微发挥一点想象空间 可以吧 对不对 同样的动作 如果你在Google里面找 统话你会找得很辛苦 你会找到一堆东西 然后一天一天一夜一夜慢慢看 看到最后已经投入了 可是在这个里面呢 你可以透过这些机制 去帮你做筛选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好 那么 这是一件事情 但重点是什么 当你查到有全文之后 下一步要做什么 你说 哪一个没讲 这个 效应系所研究生 那这是做什么 等一下去之后发觉奇怪 好像没有什么改变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什么改变 各位 有看到画面哪里不一样 没有啊 哪里不一样 有吗 研究人员跟效应系所研究生 你们这两个界面哪里不一样 线上见的 可是这是干什么 这个是给有账号的人进去见的 什么人有账号 准毕业生 当你通过学校论文口试之后 学校呢通常会怎样 告知你 通过线上认证的方式 比如说呢 像这里 工政大学的博作证论论系统 这个系统画面呢 长得跟国图的很像 因为它是我们的核心的学校制度 这边你可以有个叫做什么 申请建档账号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你在这个地方可以怎么样 去取得图书馆里面的这个读者证的号码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去做认证 认证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做建档 当然你可能也会收到什么呢 系统另外再寄给你一封通知信 告诉你系统的建档账号密码是什么 只要你拿到那个建档账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去上网建档 包括呢 在国图系统这个地方 点下去之后 输入你的建档账号 跟密码 就可以去建档 那这个建档的过程当中 有点像什么东西 各位 对不对 在你每次到遇到什么 到五月份的时候 对不对 五月份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要报税 是不是 不管你是填表的二维条码 对不对 或者是线上报税 你要不要填表单 要嘛对不对 那么在线上建档的这个概念 有点类似什么东西呢 你在什么 在做网路申报 自己呢 在网路上面呢 填写你的论文的什么 书目资料 上传你的电子全文 之后呢 有人帮你审核 审核过关之后 你的论文 就在什么 就在全世界 跟大家say hello 很快 当你建档 审核完成了之后呢 一个小时之内 在前台查询单 就会被全世界查的 很快 所以这个地方 一定要有人审核 对不对 好 那么 所以这个界面应该没有问题 好 我们很快再回来这个地方 比如说呢 我这边点一般民众 我点了过去的 这些热门解锁词汇 比如说我点了 大数据这个地方 回到我们刚刚的例子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电子全文 对吧 是不是 我可以呢 一开始先登录我的会员账号 也可以呢 等到我要下载全文之后 才登录会员账号 那么请问各位啊 以各位的聪明来讲的话呢 你觉得用这个系统之前 当然有时候聪 如果每次都在Google查资料 那就算了 对不对 但如果说你希望进到这个系统 来查资料的话 那么以各位的想法是 你在进到这个系统之后 第一件事情 先登录会员账号好呢 还是先查资料 等到要找到全文之后 再登录会员账号 哪一个比较好 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方便 见仁见智了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呢 我还没有选定目标 我就开始要思考 是不是要开始气费 没有 有人会这样想 对不对 一看到家子两个这个很紧张 算分算秒 对不对 其实不用担心 你在里面待多久 都不跟你收钱 事实上也收不到钱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 我的建议呢 各位用这个系统之前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注册会员账号 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呢 进到这个系统之后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呢 登录会员账号 然后呢 选择什么东西呢 保持登录状态 保持登录状态 这个有点像什么东西 各位 我在家里收email的时候 经常会因为这个关系呢 让我忘记我的密码 对不对 或者你在你的笔件里面 收email的时候 因为我每次都让Gmail 或者让雅虎去记住我的密码 记住我的账号 我每次点的进去 对不对 只会有一天你突然一觉醒过来 突然忘记自己的账号 什么密码什么 都忘了忘了 对不对 都有可能嘛 好 那这边一样忘记了 就自己去想法找回来 这都有功能给你 好 但是这边告诉你呢 在公用电脑区域 对不对 包括在这个教室 建议大家呢 不要去勾 保持登录状态 你避免怎么样 你的个人自在外泄 第二个呢 就是呢 希望你呢 在使用这个系统的时候 先登录你的会员账号 再开始查资料 为什么 我们马上做看看 各地方 如果你 看不清楚这个验证码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按 对不对 换另外一个 或者是你想听声音也可以 这对这个时尚的同胞设计 好 登录会员账号 对不对 你所以有登录跟没有登录 差在哪里 右上角那个登录就变得登出了 另外呢 左上角的地方 姓名的这个地方 跟你说Hello 某某某你好 然后这个时间呢 是什么呢 台湾时间 我们系统的时间 你来源的什么 IT 就是你是从哪个IT过来的 好 这边都做线上的一个介络 好 那么 看一下这边 假设我们刚刚用刚刚的例子来讲 过去一天 我直接搜寻 像这边来讲 智惠城市的车辆 大数据分析 预测 好 可以直接这个地方点 电子全文 点了之后 你会发现系统又来一次 有人说烦死 我们一直要打这个东西 没有 每次打上面 就有一些红字告诉你 告诉你呢 这上面下载电子全文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对不对 但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视而不见 好 不管 我们先点同意 你看是不是再来一次 对不对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 我们至少进到所谓的 告知的一 我解释 再三的告知 各位知道在图书馆里面 可不可以把一本书 从头到尾整本引印啊 可以吗 没有人说不可以啊 从来 从来每次到图书馆之后 哪一次也放到馆员跟你讲说 跑来致死里说 同学对不起 这个书不能整本引印 为什么 触办著作权法 有吗 法条在哪里 或者是呢 根本从头到尾 没有人跟你讲 只是可能在引印记上面 要贴一张纸条 尊重作作权 有没有 好 基本上呢 在图书馆里面 那个书啊 不能整本引印 不能整本引印 我们这边 至少进到告知的理由 告诉你啊 切记遵守这些游戏规则 都知道了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了解一个问题 这里面的档案 基本上是以PDF为主 PDF为主 所以你的电脑里面 必须要装什么呢 装一个PDF的Reader 我曾经碰到来自大陆同学问我说 好奇怪 从我们这个里面下载 电子全文 全部都是打开之后 全部都乱嘛 为什么 我帮他看一下他的笔电 我发觉他装的那个版本 他那个PDF的Reader 是什么 是简体品质版 我跟他讲说 麻烦你到我们的网页上面 下载版体中文版的PDF的Reader 装好之后 马上就解决了 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有这样一个小的学校 第二个呢 当中有一些论文档案呢 它是压缩档 因为这个论文系统当中的全文档案呢 来自于全台湾各个大学 有部分的学校是在国图系统建档 有部分的学校呢 是在自己的学校系统建档 然后整批转档给国图 所以格式不建一致 但是呢 大概主要是这两种格式 可能档开来直接是PDF档 或者是档开是ZIP档 可以解压缩 那这个7zip呢 是一个非常好用的 免费的解压缩的软件 顺便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你下次碰到 压缩档解压缩的时候 跟你出现充讯息说呢 解压缩失败 先不要急的把那个压缩档丢掉 我再讲一遍 你下次如果拿到一个压缩档 解压缩的过程当中 可能是WIN RAR 用WIN ZIP 或用其他软件解压缩的过程当中 突然跟你讲什么 失败 有错误讯息的时候呢 不要急的把它丢掉 试着敢装7zip的解压缩 可能就没事了 原因在哪里 因为WIN RAR 某些版本它可能不支援中文档 所以你要解的那个文件档 那个压缩档内容 如果说是部分的那个答案 名称有中文字码的 在解压缩的过程当中 会导致错误 或解压缩解不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请你务必 试试看 用7zip可能一解就没事了 这是一个小小学窍 好 那这边在告诉大家 你看点电子全文的时候呢 这边 通常我们会建议大家 用什么呢 用Chrome来做下载 为什么 因为每个人全文档不一样 我们曾经呢 有碰过呢 有的研究生上传的全文档 好几百Meg 小的呢 几Meg 大的呢 好几百Meg 那在Chrome下载的过程当中呢 它会直接这个地方怎么样 显示这样的词询 还有多久 对不对 答案大小多大 你可以自己心里有准备 对不对 可以了解一下 好 那么 那 当我在解压缩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料 这是一个完整的电子全文 因为它分章节 所以呢 它把它怎么样 压缩在一个ZIP档当中 这就是它的电子全文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的时间可以大大地监检下来 去做别的事情 有许多人呢 好多人有空闲的时间 或放假的时间呢 跑到台北的国家图书馆呢 会发现一件很晦气的事情 大老远的跑来 就是找不到那本紙本录 它不是说在书库里面 它是开架的 但是为什么找不到 这个呢 说出来就有点不太好意思了 有许多人的习惯不太好 就是呢 在图书馆里面的书架 拿了书 他可能从一楼拿了书 他跑到五楼去归 就塞到五楼某书架的地方 那这个之后 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 可能他只是好心想帮忙 用过了书 他把它顺手放回书架去 但是相对的 害了下一个人去找不到书 或者这种现象 那对于使用者而言 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 对不对 好 所以不管是哪一种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是不是都有电子全文 好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子 我们刚刚跟大家讲 你查询资料的过程当中 通常排在前面的是最新的 对不对 那么能不能告诉我 这130笔资料当中 这130笔资料当中 有没有什么 还可以再让我们 特别留意的地方 也就是说 是不是我这130笔资料 全部都要看 各位 如果说我这边跑出的 不是130笔 再多一个名 好不好 1300笔资料 我看在哪里面 我是不是每一笔资料 我都要很快的 浏览一遍 然后再决定哪一篇要下载 哪一篇要去评议 需不需要 可能会有一个盲点 对不对 到底哪一篇适合 哪一篇不适合 也就是你在查资料过程当中 你会花很多的时间 花很多的时间 坐在这个椅子上 持续完成这件事情 不然的话 就像我们讲 我这一次在Google 里面查资料 我一页一页翻 翻到什么 从第一页 好不容易翻到102页了 刚好有事情走开了 然后我下次要重新下keyword 要再重新从第一页开始一直翻 各位听懂我讲一次吗 这样会浪费你大量的时间 那在这里面 你好像还是得做类似的事情 对不对 会很辛苦 因为什么 不是说你资料漏了 而是说呢 你已经忘记你前面看过什么 没看过什么 每一笔资料 你可能要重新筛选一遍 这个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讲 你一定要学会的东西 就是我们的主题最关键的东西 大家都在同学 都在学习 会用工具的人 你的生命 可以用的时间 会比别人多很多倍 因为别人都浪费时间 在做无聊的事情 有味的事情 重点在这里 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为什么我刚刚建议 各位先登录会员帐号 因为有登录会员帐号之后 不是只有可以下载电子群名 这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看到上面这些选项 有看到 当中一个一定你看不懂 叫做什么 储存检索历史 这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等一下看看 储存检索历史 等一下 画面跟你讲说 确定要把东西加到 我的研究室 这就是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要注册会员帐 因为要提供各位 量身定做的服务 这是第一个功能 确定 对不对 好我们刚刚把这个存进去了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第二个呢 这些个数目资料 我需不需要 我现在在这个时间点 我就要开始一页一页的 一笔一笔的通通看完 我可能很麻烦 我不见得有空一口气 把130笔 或者甚至1300笔资料 一笔一笔全部看完 你决定哪一笔要哪一笔不要 或者是旁边还拿着粉钞 会不会很麻烦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专注在这里一口气把一件事情做完 对不对 那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也收到一封读者的投书 投书意思是大概这样写 这个系统做得很烂 刚刚国家的图书馆做了一个那么烂的系统 我们家的猫用左手写程式都写得比你们好 既没有什么提醒的功能 也没有什么呢 书目储存的功能 简直是一个字烂到爆 然后呢 我看一下他的问题其实蛮单纯 第一个 他不知道要登录会员上号 那我当他打电话跟他沟通的时候 他说你不是要加职系统 我就是不想给你牌赚钱 我已经交了很多税 对不对 那我说这个是免费的 那第二个就讲说虽然免费你功能还是没有 对不对 好 关键在哪里 看这里 第一个 如果说我一口气不想在线上 把这些资料全部看完怎么办 这边显示的页 一页显示实体 对不对 请你下拉选单把它改成最大 目前可以到100点 所以我每次跳页的时候 每次跳页的时候 基本上怎么样 我都不需要跳那么多页 对不对 第二个 等一下 OK 好 画面refresh一次 刚刚13页 变下一口气变两页 对不对 那接着要做什么呢 我查了这100笔之后 我可能还要查别的东西 我不想全部都马上变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所以呢 一个是呢 把你的刚刚的检索策略 把它储存下来 你的检索策略 把它储存下来 第二个呢 更快速的方法呢 就是呢 因为为什么要储存检索策略 我回头可能忘记 我是用下什么词汇 弄弄弄的才查到这一批资料 可能忘记要全部重来 对不对 另外一个更直接的 就是我已经查到这一批资料之后 对不对 我可以怎么样 依照相关度进筛选 有没有看到 相关度的部分呢 讲预设值相关度 就是我刚刚讲最先盘随上面 那我可以思考一件事情 这100多笔资料当中 到底哪几笔是比较重要的 所谓比较重要 大概有的是思维弱极 一个就是被它点阶次数最多 另外一个就是呢 被人家怎么样 下载次数最多的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 引用次数嘛 对不对 被引用次数最多的 递减就是从多排到少 如果说我是用引用次数来递减的话呢 代表什么事情 这边 再跑 我们稍微等一下 引用次数最多的意思是什么 被引用次数最多人吧 最多人去怎么样 点出它来 你说奇怪 这边怎么落差这么大 点阶 点阶 是多少 3000多次 这篇论文被它点了那么多次 也被它下载了那么多次 可是引用为什么只有11次 这是牵扯另外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下载的这些人到最后有没有决定 正确的引用它 我打个大问号 有没有 你可能有参考 但是怎么样 你没有正确的引用 这是一种 还有一个就是呢 你有下载 但是怎么样 你还没 还没用到它 意思就是说呢 你下载完之后 你的论文还没写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引用次数还没有出来 还有一种情况是怎么样呢 我有下载 但是呢 我用的地方不是用来写 博硕式论文 而是用来什么 写期刊 写作业报告 有没有可能 那这个地方是针对什么呢 这本论文 被其他的博硕式论文引用的次数 这本论文 被其他博硕式论文引用的次数 有11次 你说11次算多吗 不多 在我们系统里面 我待会有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有一篇论文很有意思 到目前为止 已经被80 从明国80年到现在为止 已经被引用了1000多次 1300多次 每一年平均增加100多次的被用数字 很有意思 离别弱了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不对 不管你用哪一种方式做排序 对不对 你说那我也不要排了 通通都把它选起来 对不对 怎么选 刚刚讲 一页显示100笔 对不对 请你在这个地方点什么 全选 有没有看到 这里跑出来什么数字 是不是100笔 那你也不要管说 这一次什么 策略上限只有50笔 那这个50笔指的是什么 输出 什么叫输出啊 在这个地方叫做输出到什么 这些答案格式叫做输出 如果你不是要输出到这些答案格式的时候呢 基本上呢 它不受这个输出上限50笔的限制 各位注意到这个地方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miss掉了 明明在这里 如果说你要做输出的时候 就是输出到这个地方下载 直接把这些输出资料下载成这些答案格式的时候 一次最多只能50笔 50笔 你说为什么是50笔 简单讲怕要撈资料 当然要撈资料 所以系统有些防护的机制 就像刚刚讲说 为什么一直让你打验针 类似的概念 好 但是如果说你只要把这些输出资料 把它存到 所谓我的研究室里面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刚刚讲 是不是都选全部 对不对 第二个 请你注意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一个选项叫做 我的 书末收藏 有没有看到 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这个系统呢 如果你就这样查着 这样丢着不管 查到这样 然后丢着不管它对不对 到第50分钟的时候 系统会弹出一个视窗 问你 你已经怎么样 多久不用了 对不对 问你要不要继续使用 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上课了 把电脑丢着 回来之后呢 发觉怎么样 刚刚查的东西通通不见 系统自动回首页 插帽 到第50分钟的时候 他会弹出讯息 问你要不要继续 如果你没有回应的时候呢 到第60分钟的时候 系统呢 就会自动回首页 好 所以刚刚那个投书的读者 说他们家用猫 猫用左手写的协助 比我们高领的诚实 因为他 他没有办法是认同这个东西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概念就是 你可以不用那么麻烦 搜寻完了之后 请注意到这个地方 右下角 你们一个我的数目搜寻 有没有看到 好 那我的数目搜寻 借这三个字来用 大数据 对 然后这个要选择什么 我的数目搜寻 有没有看到 好 点下去 这边我跟你讲 有一个清单让你选 有没有看到 这个概念有点像什么东西啊 你在你的硬碟里面建立很多资料夹 资料夹放什么 放档案 对 那这个清单的目楼底下放什么 放书目 放你所储存下来的这些数目 这很关键 这里面有没有我要的 没有对不对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新增的这个地方 建一个新的目楼 比如说叫大数据的 然后这边按储存 第一次都给你讲说 你刚刚的100笔 对不对 都已经存进去了 没有 都已经把它存进去了 好 所以呢 你可以这样子哦 一次 选一页 对不对 也可以呢 我直接跳第二页 第一页都全部打多了 对不对 第二页之后 我跳第二页之后 再来个全选 假设呢 可能是500 1000的 你就这样一页100笔 这样一直选 对不对 选完了之后 一口气的呢 看一下这边有没有 那刚刚是不是跟你讲 你目前累积 够选的比数多少 是不是130笔了 对 接下来你在这个地方 下拉选单这边 选的数目收藏 第一次没有那个目楼 第二次记录 你可以指定它说 再把东西怎么样 填进去 这边只要按储存就好 你不要按新增 好这样 就存进去了 那存进去 其实东西长什么样子 待会再来看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呢 在这边讲完 那么你说 我资料都存完了之后 对不对 还有没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注意的 每一篇的论文 像这篇论文 有没有开放 有 时间没有到 像这篇2018年的12月30日 作者才愿意把电子 全部放给大家看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各位就不要用力点 一用一点也点不开 因为时间没有到 不能下载 所以这里不是搞炸片 不是说让大家看的都吃不到 不是 时间没有到 好吗 好 是这种情况 那这边还有一个例子 各位 有没有看到这边显示什么 这一笔论文 中正大学的 就是贵校的 104全年度的 有没有看到 电子全文目前有没有开放 要到2018年的9月20日才开放 但是目前这本 持本论文已经怎么样 有上架 这个当然相对的 持本论文在中正大学图书馆 应该也会有一本 但是如果这本 不是中正大学 是中央大学的 是中央大学 或者是中山大学的论文 学校也不会有 对不对 那这有时候同样的状况 告诉你说呢 电子全文2018年在开放 佛图已经有持本论文 那要怎么办 我们刚刚讲的概念 图书馆在这个时候就很好用 为什么 第一个 请你去点一下 佛图持本论文这个家的连结 点下去看看 好 这个要告诉你什么 论文不公开库 什么意思啊 作者他不愿意公开 持本论文 有可能是什么 时间还没有到 他的电子全文 他的持本论文 都不愿意公开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不要一头就撞过去 直接往台北跑 好 那边他跟你讲说 抱歉这本 这本资本论文不公开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说 我没找你问 有没有看到 所以这个地方 记得 看到这个资本论文 所以务必要点下去看看 这本资本论文 目前在国家付出版的状况 能不能调阅 能调阅你再来 不能调阅呢 就请不要直接过来 又浪费你的时间 那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例子 像这本 这是一个资本论文 对不对 好 那么 也是一样 这本看看 为什么刚好点资都不公开 是不是因为专利的关系 这本 有没有看到 刚刚讲的另外一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目前这本资本论文在什么地方 在二楼的新书及论文专事内 目前是开架越南 这本论文什么时候上架了 它这会标示 上架日记 什么时候上架 但如果说这本资本论文 它的位置不是在这个 新书区 各位如果要到国家图书馆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的资本论文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点 找到资本论文之后 对不对 直接点国图的资本论文 点看之后 这边会直接给你显示 这本资本论文 目前在国家图书馆的 什么地方 所说号几号 请你记得这个号码 国家图书馆的正门 那个就是管制口 那个读者证刷进来之后 对不对 进去之后的正后方 那一大片就是国说的论文区 你不用到处挽跑 要影印的时候 电梯上三楼 所以影印大量集中的那个地方 影印卡可以这个地方买 你可以现金 你可以买卡 都可以作业 在这个地方 那就是这种情况 但如果说这边显示的 不是新书区 而是显示什么呢 书库 或者是远端书库 那这边会显示一个什么 调阅 很多人看到这张很高兴 好棒 可以线上调阅 线上调阅 线上调阅 不是说让你线上看到这本 纸本论文的内容 而是说怎么样 你可以在线上申请 从书库里面把这本 纸本论文调阅 调出来让你看原件 所以呢 这边建议大家 如果你这边看到的 这边有出现调阅两个字 请你务必记住 当天有效 不要太早做 如果今天决定要出发到台北去印 资本论文的时候 请记得一件事情 出门前先点调阅 先点调阅 然后到了国家图书馆 进门之后 直接怎么样 找到离你最近的那个会台 叫总服务台 直接去那边取书 千万不要说人到图书馆 要查资料 然后要等调阅 因为国家图书馆 有一些属于早期的论文 资本论文 它是移送到什么 移送到另外一个县市的 仓厨管理区 你当天如果再去现场调阅 根本是浪费时间 为什么 不可能当天回来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记得这件事情 如果这边有出现调阅两个字的 请记得出门前先点调阅 等于到图书馆之后 就可以取出了 那你说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我不想出门 可以 什么方法 有资本论文吗 对不对 请你点内容 这里不是有目次吗 拜托你看一下目次 一本资本论文 如果说让你从头到尾看到完了 说真的 你要花很多时间 大多数人会思考 所以我从目次里面去思考一下 如果要引印的话 要引印的话 对不对 我大概印哪几页 我大概印哪几页 对不对 你可以呢 就进到图书馆的柜台 申请什么呢 管机合作 引印服务 请图书馆这边帮你跟 国家图书馆联系 跟他讲说我只要印这一块 这一部分对不对 那我听说中正大学这边好像是 不是跟同学收运费 可能再确认一下 那你只要说什么 每一页的引印的费用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你只要只是要这几页的话 请问一下 你要不要亲自跑上国家图 不用了 对不对 你可以很方便的 透过图书馆 去帮你取得这一边 的什么 引印的资料 ok 所以这个很关键 再来 再来看看 各位 这130筆论文 对不对 还有什么可以看的 没有 在这个地方 叫做查询结果分类 怎么看到 查询结果分类 我们刚刚一开始 不是跟大家讲 我要查一个资料 我脑袋里面只讲到一个东西 叫大数据 我怎么知道大数据 大家都在讲 连市场卖菜卖猪肉 都在讲大数据 对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你不知道的 所以你查询资料 你只会查大数据 你可能查到的东西有限 这个地方 系统自动帮你做分析 这是130筆论文当中 对不对 有多少笔资料 它的论文 的keyword 是出现这种东西的 有没有看到 这130筆论文当中 有 有多达65笔资料 它的论文的什么 关键词 里面出现大数据 但是还有多少呢 还有其他比例 它是出现什么 大数据分析 或者用另外一个词 叫什么 叫做区量资料 或什么 跟另外一个概念相关 叫做什么 资料探勘 或者是决策数 这些呢 都是跟这个词汇 相关的词汇 所以代表什么事情 方便你在搜寻资料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到 你还有哪些题目可以用 这个很关键 第二个呢 如果从论文的题目 去做分析的话 系统自动把你丢出来这些 或者是呢 各位可以思考一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 各位你知道吗 全台湾目前 这个论文系统里面 所收入资料 系统自动分析的结果 这130笔资料 对不对 就是论文题目 也有写大数据的这个论文 代表什么意思 全台湾目前 对不对 产出跟大数据相关的 研究论文 博士或硕士论文 哪个学校最多 再来看 清华 交大 白大 有没有讲中正 都中正一道 有吗 你们再来看哪个学校最多 中正 好 全是对中正效忠 好 来媒体揭晃看看 系统分析出来的结果呢 第一名是正大 你说怎么可能是正大 不可能 好再往下看 这边显示更多 对不对 这130笔论文 对不对 分散在哪些学校 中正有 最多的是谁 正大 淡江 中原 对不对 这些学校呢 从这边点下去之后 还可以再看到 中正大 这十笔论文是写什么东西 还可以再进一步看得到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还可以再进一步给你显示 是哪 哪些资料 然后呢 更好玩的一个现象 哪些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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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哪些年度的 对不起 重来一下 所以我们刚刚看了 有几个分析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呢 我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论文 这些论文 对不对 是哪些细所 其中的哪些细所 所撰写的论文 有没有 传统印象当中 他讲的话 会写这种题目的 写大数据的 大概是什么细所 他都是资讯开头 有没有 都是资讯开头的 最多嘛 对不对 可是呢 资讯之外还有什么东西 经营管理硕士学位学生 是管理学位 EMBA的也有人在写 对不对 还有包括什么 法律甚至气管 都有人在写 你知道 所以大数据 三个字 哪来写论文题目 不是只有说 资工资管才能写 才能写 然后呢 哪些指导教授所 如果产出的论文最多 这样可以依序往下走 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讲说 有人怎么样 一天到患指导教授 有可能是这些选错老师 你想写的论文题目 跟那个老师专场 可能不一致 所以如果从这个地方去看的话 假设我今天要邀请某个老师 来演讲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这个领域的专家 很简单嘛 去看这个检索词汇当中 系统自动帮你做分析的 查询这个分类 对不对 自动帮你做分析的 是哪个老师指导的论文最多 在这个领域当中 大家就知道那个老师 对不对 甚至一天再点那个老师的名字 再点进去 可以看到这个老师指导的论文 题目的长成什么样子 你大概就心里有数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想选老师的时候 从一个你关心的领域 在你们自己学校里面做搜寻之外 对不对 找到老师指导论文之后 再去搜寻期刊的资料簿 看看这个老师最近写的论文 发表的table都写什么东西 你大概知道自己心里有数 我选哪一个老师当指导教授 可能比较适合 可能比较适合 这是选老师的做法 对不对 那有没有可能用在什么 用在这个推增的时候 推增啊 有没有可能 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推增 是否会要你写小论文的 是不是 有人刚才知道讲到专门拍马屁的 对 都讲好的东西 可是总要言之也误 是不是 好 那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数据 还有一个 请问一下 你觉得大数据资格论文的概念 什么时候在台湾开始变得比较热 只有你有印象开始 去年前年 用猜的 这边给你讲答案 2015年只有25天 但是2016年的时候爆增成78天 有没有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 cycle 也许呢 今年明年之后可能慢慢又下降 代表一件什么事情 这个概念的论文 对不对 它的高峰期在哪一段时间 或者这个论文的live cycle 在哪一段时间 有没有 什么时间的论文 对不对 或者是呢 以学门的概念来看 有没有看到 目前要讲的话呢 写这个论文的题目 对不对 在哪一个学门最多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不是工程学门 而是什么 商管学门 反而是最多 写这个论文题目 那至于学类来分的话 是哪些学类 这个地方在帮你做清楚的分析 有没有注意到 这些资讯Google Google 不会跟你讲 Google 不会跟你讲这些东西 对不对 当你在做分析的时候 或是在这些资讯 归纳整理的时候 这就是这个系统 要告诉大家这些资讯 所以我们开始要跟大家讲说 这个系统可以帮大家做研究 可以帮你做决策 可以帮你做决策 光是邀请人到学校来演讲 这件事情就好 我怎么找到适合的人 来演讲某一个题目 我听见人家说 因为我唱得比较快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是什么 你总有一些什么 决策的依据 对不对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好 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地方 这边有个叫聚类分析的概念 有没有看到 聚类分析的概念 就是再进一步的 把这个论文 这130笔论文 对不对 它所用到的一些重要的关键词 把它做分类 做聚类的分析 比如说请问 资料判刊这四个字 跟哪些词 它其实的关系比较密切 就是我用资料 我除了查资料判刊之外 我还可以查什么词 不知道 这边加号点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些词类的概念 它会怎么样 它会把你归纳在一起 意思就是说 系统自动帮你做分析 过往的论文 对不对 只要有写到资料探刊的 通常他们论文当中 还会再出现两件词 你会注意到 这个系统自动帮你做分析的 ok 好 那我们看到什么 刚刚前面讲的 我的研究室 对不对 我们刚刚做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什么 我是不是把我刚刚检索的结果 检索历史把它存下来 为什么要存结果 检索历史 我已经查到结果 好不容易找到我要的资料 就会忘记我是怎么查的 对不对 你如果当下把你的检索历史存下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记录在我的研究室这个里面 下一次你知道再去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重查一次 你只要这就这样点一下 只要这就这样点一下 对不对 它就直接把怎么样 查询结果出来 还有一个特色 我如果当初查的是大数据 对不对 我查的是大数据 我当天查的时候 130笔 我过两个礼拜查 变150笔 为什么 符合大数据 而且出去 它开头里面的条件 可能有增加了 没有注意到 我这个时候 我这个词汇只要记住 只有一点 这边可能当初130笔 一百五十笔 一百五十笔 一百八十笔 在这个地方直接呈现 在这个里面可以看 而且在这个地方呈现出来之后 怎么样 它不会消失了 你就不需要每次都再重新查一遍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是查询的结果 对不对 我不用去记录很辛苦的记录说 我要记得我每次查资料 我是下什么词汇 什么样的检索策略 才找到这些资料 通通不用 我只要一个简单按钮 按下去之后 这边储存检索历史 有没有看到 它就万里存下来了 就不用每次都重新搜寻一点 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加入SDI 加入SDI 什么意思啊 就是针对你个人量身打造了什么 profile 你个人偏好打 如果这个量点SDI 加入SDI 代表什么事情 我今天查询资料一次 对不对 好 我今天查询资料一次 那么你自己可以订名字 比如说什么呢 叫大数距离 对不对 好 你自己给自己一个名字 因为这个呢 将来会系统自动 透过email寄给你 所以名字你自己订 然后呢 多久执行一次 cycle 多久执行一次 第一次什么时间执行 然后呢 到什么时候呢 结束订阅 就是你不再执行 比如说我到 预计到今天年底之后 我就不再关注这个题目 不论我们喜欢 对不对 你自己订阅 然后设定时间 好了之后呢 再储存 这样什么好做 预设值7天执行一次 什么事情 我今天执行过这个检索的动作 检索大数据三个字 下个礼拜的这个时间 系统怎么样 会自动记忆封email 给我 如果他要找到新生资料进来 会直接通过email通知你 又有新资料进来 直接通知你 最新的资料是什么 你看有一个新的资料进来 就可以再去找资料 或者是说呢 一个做法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把这个检索策略 组成下来之后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到我的研究室里面 每一次你就点 那个 我的检索历史 然后从跑来变 我这样有点笨 为什么 虽然说新的资料 会出现在最上面没有错 但是你永远搞不清楚 哪些资料你已经整理过 哪些资料你没有整理过 哪些资料你没有整理过 对不对 好 那怎么整理资料呢 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另外一个动作啊 记得我们刚刚做了哪个动作吗 我们再看一次刚刚的动作 我们刚刚做另外哪个动作啊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每页显示一般笔全选 对不对 然后师傅都把它输出到哪个地方去 师傅我的树木收藏 还记得这个动作吗 好 这个是最关键的 也是最好用的功能 在我的研究室里面 这个地方有个叫做 我的树木收藏 我所有查询过的对不对 有搜集过的资料 看你是哪个清单 大数据的这个地方 可以点 显示内容 那我刚刚存进来的130笔树木 就在这个地方 就值得这个地方 那你说我下次再做同样的动作是150笔 我要不要去想清楚 我到底上次存到第几笔 再把新的资料抓紧要不要 不需要 你下次还可以同样的做法 比如说我搞不清楚哪几笔是新增的 记得我们讲的吗 最前面的那几笔永远最新的 对不对 可能我把第一页的 或第二页的勾选拔 都把它丢进来之后 那你说 那这样不是会 肯定会有重复的问题吗 不用担心 系统会自动化你比对去从 会自动化你比对去从 你不管做几次 做几次几百次 它永远是自己的 那自动化你比对去从 那做什么好处 这个地方 等到你比较不忙不赶时间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啊 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去看 慢慢的去点 假设 你发觉第一笔 这笔其实不是我需要的 有没有 我直接这个地方点选什么 提出 有没有看到 提出 勾选了这笔之后就怎么样 就移除了 所以呢 我这里面剩下多少 129笔 从这里面 你可以透过刚刚我讲这个方法 就做删减 当然你也可以从这里面做什么 不同的方式做排序 排序完的目的是 方便你做什么 整理嘛 对不对 这部方便你做了整理 假设有一笔论文 下载次数是什么 是零的 像这个下载次数很高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 我找那个下载次数怎么样 下载次数递增的 那么是不是排到最上面是怎么样 最没人下载的 有没有注意到 这笔论文 没有人下载 有可能是什么 没有电子全文 有可能是什么 时间没有到 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写的实在不怎么样 有电子全文 但是也没人下载 那像这种东西 如果说我不需要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 从而清单当做做删除的动作 可以吗 对不对 假设我3330堆 都用删完 随便操作的话 我都把它删完了 剩下才是我所需要的 对不对 那剩下多少笔 它125笔 假设这125笔 我全部都要 这个时候我要输出 输出到哪里去 这边有一个叫做什么 展开输出视窗 有没有 这个在刚刚前台就有一样的东西 只是那个画面 你每一次查询完之后 它的规律 但在这个地方 我的研究是 你只要登陆进来之后 这些资料会永远保存在这边 你不用每次要重来 OK 所以这边点展开输出视窗之后 你可以选什么 这边我再来做什么 做选择的动作 有没有看到 然后开始做一件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要把它输出到什么 这样可以给annode读的格式 这边有一个格式叫RS的格式 输出RS的格式之后 这边要储存 它就会把你所选取的这些数目资料 输出成RS的档案 你就可以直接在annode里读进来 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整理书目资料的时候想错都很难 要错也是原作者自己答错 这样都听得懂意思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要整理知道是不是很方便 而且怎样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你就不需要一次又一次的 坐在电脑前面 你一次又一次的做同样的动作 一直在查询那些东西 这个很关键 这个很关键 这些东西就是要跟大家讲的部分 还有一个东西 一个诀窍 跟大家提醒一下 在座有没有带手机 你的手机可以上网吗 可以吗 对不对 麻烦你用手机上网 点一个网址好不好 这个网址在这边 再重复把这个叫出来 这个网址 ndltd.ncl.edu.tw 请用你的手机 拜托用Chrome 用Chrome 我假设各位在座 或者用Android系统比较多 Android系统比较多 Android系统比较多的 我们来做一个测试看看 比如说 我不可能每次都坐到电脑前面 对不对 如果说我带的是手机 甚至平板电脑 我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不可能用到这些功能 或者说我不可能查这个资料 尤其是各位注意到 这个网页基本上方不方便 在手机上面阅读 不太容易 对不对 好 你的画面是不是出来了 各位你知道那个手机 APP跟网页 现在有一种网页的设计 叫做响应式网页 意思就是说 当你的网址出来之后 对不对 它会自动去侦测你的载体 是手机 还是平板电脑 还是什么 桌上型的电脑 它丢出来画面又长得不太一样 包括像 比如说各位看那个联合新闻网 UDN 你用手机看的画面 就跟PC看的画面 长得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这个系统过去 曾经有过APP 但现在下架了 但是我们至少怎么样 还有一个mobile的版本 那么现在请各位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这里 请你在 你家网址有出来吗 对不对 你网址出来的画面 应该长得类似像这样子 是不是长得类似像这样子 对不对 好 请你在这个 你的crown的右上角 是不是有这三个点的 这三个点的点 要点一下 在PC版的时候 都要出来是这些选项 对不对 那么在你的手机里面 它会出现一个下拉选单 有一个选项 倒数第二个选项 叫做 加到组画面 有没有 在你的手机上面 有没有看到 在你的手机上面 有crown上面 点这三个点 有没有出来 crown 有吗 有crown 用crown 打刚刚那个网址 然后点右上角 这三个点 对不对 你会有一个选项 叫做什么 我这次PC版的 没有那个选项 这三个点点 点下去 在你的手机上 应该会跑出一个下拉选单 倒数第二个选项 叫做 加倒数画面 有没有 有的帮我举个手 看看有没有人找到 一位 其他都没有的 请放下 其他 你们用的是crown吗 不是 好 那我简单说一下 如果你用的是 手机用的是crown 对不对 而且照我们刚刚的打法 这个符号 跟这个地方长得很像 对不对 等下去之后 或者你回头找时间 自己测测看 它会有一个选项 在这里 倒数第二个选项 叫做 加到主画面 这个加到主画面 什么东西啊 这主画面 你把它想成PC的桌面 那PC桌面有什么东西啊 PC桌面有很多这种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像我找的东西 这个 这个 也可以 但是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是这个 这个做法 你看一下 我们在PC桌面 是不是有一些这种东西 这个是不是要捷径啊 这个是不是APD啊 不是APD啊 但是我刚才讲说 他不见得有做APP 但是你可以利用这种方法 在你的手机网页上 产生这种很多类似APP的东西 好处怎么样 随时可以移除 第二个呢 不占空间 不占空间 不像APP动辄的怎么样 都会随便占你手机空间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 来取用 这个相关的服务 好不好 好 那么 我们最后最后 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 这里 我们刚刚讲的是台湾的 对不对 那你说只有台湾的 好像不太够用 好那我给你全世界 好不好 你给我30秒 我给你全世界 全世界在这里 好 这个talkpoint 会留给大家 这个网址 请你记得 search.ndltd.org 这个网址 搜入全世界 所有支援 open access的博士 硕士论文 包括台湾在内 包括台湾在内 全世界各个大学 只要有加入这个组织的 他的博士硕士论文的全文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搜寻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网站 好不好 这边提醒大家做参考 比如说 你希望 除了在google搜寻 或者google scholar搜寻之外 或者我们的博士论 系统搜寻之外 你还可以试着在这个地方 国际的NDL 组织 我们是他们的Member 我们是他们的Member 这是一个国际新的组织 那么 你可以在这个 这个国际组织提供 联合 global ATD search 的database当中 去搜寻到全世界 大量 有support open access的电子全文 全部都免费 好不好 这个地方呢 希望 能够在各位 今天所知道的过程当中 可以提供你非常非常多的协助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介绍 好 那在座的各位 也没有什么问题 要跟我们这边 大家分享一下 没有 有什么问题 如果 暂时想不出问题 也没有关系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里 然后如果各位想到什么问题 要跟我们勾募 跟我们联系的时候 请记得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 到我们的网站上面来 上面是一个联络我们 有没有 请你再联络我们这个地方 留言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专人 跟各位做服务 做联系 甚至打电话给各位 好吗 希望说这样的服务 可以符合各位的需要 好不好 以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有没有 但是没有 没关系 如果说各位想到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 通过网页的方式留言 跟我们 去做联系 好不好 那如果暂时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这个档案 会后会交给中文大学图书馆 会让各位直接去做下载 或其他的方式取用 那今天就在这边 先告一段落 谢谢各位的参与 好 谢谢大家 谢谢